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嘉宾李先生60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公司职员 女嘉宾美子51岁同样来自辽宁 自由职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基本把情感现在遇到的难处跟大家说了 我想问问两位认识多久了 我们俩相识大约一年半吧 我们在我住院的时候 他父亲正好和我在一个房间 我感觉他这个人非常勤劳 孝顺 第三呢 对病房的这个病友也特别热情 需要帮忙 他都帮忙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好伴侣 我就追求他了 这个一年半来以后 我感觉特别好 现在我们要谈婚论嫁了 我主动提出来说 咱们俩出了这么长时间应该结婚了吧 但是他关键时候 他给我提出一个问题 让我实在接受不了 因为他父亲有病 随时需要他照顾 要把父母接过来和我一块住 因为在住院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 你也是了解的我父亲这个情况 你必须要这样说 对啊 事总的事 所以说我必须得坚持我的观点 必须得带我的父母一起生活 我不反对说 有时间去照顾父母 你这就属于不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我们就为这个问题纠缠了两个多月了 一直解决不了 你们想过没想过 其他的中间的解决方案 我说这样是吧 送养老院 找故宫 找保姆 都可以有这个方法 你不要这样是住在一起 把我们生活空间缺起没了 最严重的是几次呢 我和我哥哥 我大嫂 我们俩这个结合觉得很满意 玩了一座宴席 家里亲属老老少少 一大家全来了 结果怎么样 一个电话来了 把他就走 就我脸面很尴尬 我大嫂当时脸面挂不下来 就是为你们招待 那我的电话是不是我父亲有病了 我才走过来 走着来说生活当中 现在就这么一样 一切都是说以父母为中心 咱们俩结合 主要是咱们俩的生活 那么我不是反对一说去 兼顾父母的这个要求 当时呢 当时我们最初相识的时候 你怎么说的 海事山盟是不是 说的多好 你现在简直是变了一个人 我觉得真正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只要我的家人 包括 因为在一个病房嘛 我父亲什么病 他也知道了 什么情况 他现在说他又没有准备 我是说过 而且你也有病 我也照顾你了 是吧 这个话我是说过 但是我是不 等于不管呢 但是你半个里块住 和管不管是两码事 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就不用说了 以前我这空间 朋友来了 亲戚来了 我都有法照顿 如果要在一起住的话 您的想法是什么 父母不能 肯定不能和 不能和我们这一块住 到阳朗院 找个保姆 找个过工 都可以吗 我自己的父亲 我来照顾不更好吗 我还放心自己的家人 所以我不同意上那去 再说了 你说的真的挺好的 那到那去不花钱呢 那你出钱呢 这钱 你这个话说的不公平 为什么叫我出钱呢 你要谈你钱这个问题 我对你更不满意了 不满意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把工厂压给你了 我这个工资卡 工资里的钱 足够在生活起来 剩余钱 你也怎么花什么 我根本不过问 那你是不是 那么我有点失望钱 你也不让我给你独立吗 那你以前 你那些毛病 你怎么不说说呢 我就打麻将 打麻将 那是我的朋友圈 我的失望铁 我有支配的权利 你我钱 假如说这个钱 钱不在我这里 早叫你 你少偷多少 酒少偷多少 可朋友聚会少 就是朋友 整件满脑子是朋友哥们 为你改变了多少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好好好 为我父亲 你花点钱心疼了 这个问一下 您家里几个孩子 我还有一个哥哥 还有一个哥哥 父母跟您在一起生活多少年了 七八年吧 七八年 那您是之前是离异 还是丧 是 离异 这等于离婚之后就跟父母在一起住了 您呢 我是离异的 多久 我离异了大约 几近二十年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一直漂泊在国外 国内这 没有固定的居所 我说 回了辽宁呢 就一两个月又在国外去了 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等于要退休了 就是马上临到这个时候了 觉得要晚间生活用个轻松愉快了 钱也够花的了 两个二十世界 经营一下二人世界多么幸福快乐 但是刚才他提到钱这个事 我特别不满 因为你刚才主事你可得问了哥了 我对这个更不心里更是满 满是不满 我哥怎么了 我哥 你哥哥是你家的大儿子 儿子是要孝敬父母更加主意 从我和你接触 花钱是我和你一块去 我和我和我都花钱 先告诉你 出钱出力都是咱们俩 我心里怎么能公平呢 好好好 别着急 您觉得跟老李相识之后 你的生活有改变吗 我感觉生活 我变得快乐了 变得轻松了 那还可以的 还可以 是的 这个认识了梅子女士之后 你觉得你的生活有改变吗 确实改变很大 因为什么呢 说些一句话 抽了几近三十年的业令了 一天抽三包 终于一成三 捡了半包了 厉害 酒呢 酒一天 酒一天是没有 没控制 旁边一招呼 一个电话马上就去了 有时候办了 下半年的都是他 他那个对我招呼这点 我说没法说的 我喜欢吃什么 喜欢用什么 他都非常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说白了就是说 你跟对面这位女士相识 或者相爱之后 你觉得生活质量是提高了 是吧 也改变了我很多 也改变了很多 坏习惯都改变了 那也就是 看来双方都不避讳说 因为这段感情 你们都在为彼此改变 而且这段感情 都给你们带来了快乐 或者幸福感 是不是 结婚就必须带着父母去 是吧 是 我就是这个 如果不带父母就不嫁 不嫁 是 就是为了父母 宁可放弃这段感情 虽然放下很难 是不是 我也是很 就是属于犹豫 就是 我也定不下来 甚至到这个阶段 两难 一定不能带着父母嫁 是吧 我现在特别犹豫 现在就拿不定主意 真拿不定主意 就是两个人都觉得 这是一个坎 但是 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又都不想做出 决绝的这么一个决定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好了 那我们听听老师们是如何建议的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阿姆老师 这是个难题 首先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觉得你们俩在齐的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我觉得 如果好的感情 应该是彼此互相愉悦 互相提升 但是在今天 你们俩一旦谈到婚姻的时候 你们之间很多的负面的东西 就表现出来了 你们两个人都有 自己的各自的 如意算盘 但是放在对方身上 觉得就不太如意了 你要附加你的父母 你是要把对方父母 剥离开你们的世界 所以你们的想法 已经不是很干净 很纯粹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 你们在一起可能性不大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的问题 没有办法去解除 如果你现在觉得 我离不开他 暂时妥协 如果你们结合在一起 那么以后的问题会更大 所以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 就是到今天 我觉得彼此认清 生活的方向各自祝福 回归自己的世界 以后也许能找到合适的 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 谢谢 谢谢老师 我特别理解这位女士 真的 一方面是想要从父母的照顾当中 去获得自己的内心的平衡 还有价值感的这种满足 另外一方面 就是自己单身了这么多年 你想您跟父母生活就七八年 可能自己单身比这时间还要长很多 那种无助感 没有人能够去帮助的那种感觉 好不容易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能够算情投意合的男士 所以这样的一个取舍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男人 他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是处在一个漂浮的状态 他说他二十年的单身 那么并且是在国内国外这样平凡的跑 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 那这个背后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这二十年当中 他只需要为自己负责任 而不需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代表着这二十年当中 他没有真真正正的去有机会享受到 家庭的二人世界的那种温暖 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六十岁的时候 终于有可以固定下来了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他会去特别的去要享受那种 别人都曾经享受过 而他一直都没有的那种 二人世界的那种温暖 轻松愉快浪漫 他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感受的 另外一个问题 对于这位先生 你有一个误区 也是很多朋友都会有的一个误区 就是这个人如果特孝顺父母 他一定会对婚姻的爱人也会特别的好 就是好孩子就等于好爱人 但其实这个等式是不成立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你们二位 就目前来看 我比较同意阿蒙老师的那个判断 就是都没对上茬 就是您想要的是一个能够爱你 支持你 帮助你来去完成自己很多的情感诉求的 这样的一位先生 而这位先生想要的是一个浪漫的 温馨的二人世界 更年轻化一点的人生 你们两个人要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诉求下面 能不能有一个一样的生活 所以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这是由方大厅帮你们看了一下 彼此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听听杜老师怎么说 我不觉得女方 是一定要结婚带着父母 这只是你的某种不安全感的一种展示 你如果真的是这辈子离不开父母 想要照顾父母 当年在第一次婚姻的时候 为什么不跟父母住在一起 而是在离婚之后 才和父母住在了一起 坦率的来说 是在你第一次离婚之后 父母才收留了你 所以你口口声声说 在再一次婚姻当中 一定要带着父母出嫁 其实是你不安全感的体现 而对于男方来说 我认为追求自己的 自由的婚姻生活 也无可厚非 但是从某个条件下来说 你不能理解 他在离了婚之后 就是女方在离了婚之后的 这漫长的二十年 其实父母给了他 所有家庭的感受 而是你是没有 你才认识他一年半两年 你就希望能够 完全的占有对方 这是极其自私 在他漫长的五十一年当中 你给了他多少温暖 你没有 你只认识他一两年 但是你希望 能够在自己六十岁以后的 再一次婚姻当中 能够完完全全享受到 所谓的二人世界 你觉得这可能吗 如果你们俩之间 只是情投意合 不用结婚 谈谈恋爱就好 但如果你们要结婚 就必须要有志同道合 但很显然 你们志不同道不合 就像阿蒙老师所说 你们彼此的如意算盘 其实把它翻出来 其实有的时候 和一些年轻人的自私想法 一样可笑 你们要认清楚一个现实 很多年轻人是彼此在一起 三四年四五年 而只是在之前的二十年 彼此不相识 所以他们走在了一起 而你们 是在彼此之前的五十年 彼此都是陌生人 你们想要走在一起 是不是应该有 比年轻人更多的豁达 理解和感受 如果没有的话 谈谈恋爱就好 就甭提谈婚论嫁 就这样 谁不是自私的呢 对 人都是自私 在结婚的过程当中 谁心里没有点小算盘 我恰恰认为说 两个人在谈一些问题的时候 能够开诚不公的 把自己的点私心 把自己的点所谓的杂念拿出来 是有助于未来的长期 这个没什么 所以我倒是感谢你们能来这 让我们看到了 在现实生活当中 真实的家庭关系里面 就是有这样冲突 我未来二十年 可能真的 我要娶她 就是有一个曾经陌生的男人 要住在我的屋檐下 我得伺候她 我愿意为了娶她而付出吗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真是爱她的 你要替她想一想 我嫁给她 我怎么能让她幸福 我觉得如果你们都为彼此想了 或许能找到一条解决的途径 是好是坏 我一直说 老师们提供的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 解决问题的钥匙 应该在你们自己的手里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想这个问题 咱们俩怎么解决法 总得有个办法 比如说 把父亲房搬着和咱们一块住 这样是你照顾也方便 楼上楼下穿着走 我自己生活也有空间了 我觉得还是可行的 我真心的话 我想和你来过 我觉得牺牲一些我都值得 但是从我的个性上 漂浮二十年了 冷不定这样 一下子 接触现实上我改不过来 那么这么的情况 咱以后不能解决吗 我想你看看 在这个时候你考虑考虑 行 行也不行 我觉得今天考虑考虑 自己极致之下思考出了另外一种方式 或者叫他可接受的方式 租个门对门 或者再租一个楼上的房子 父母一套 他们一套 不在一个屋檐下 但是在物理位置上很近 方便女方去照顾 这是你想的 对 行吧 你们自己去考虑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 这算是一段这个黄昏恋情 想往这个婚姻生活里去走 结果碰到了女方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其实在现实问题的背后 都有很深的这个心理动因和因素 老师们都做过了一些分析和解读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还是那个希望 希望大家不要用一个所谓道德的高度 来对这样的感情做一些衡量 我们尊重他们所有的一切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思考之后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恋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来拥抱一下 请亮灯吧 来 这个送给 送给您 要保持一倍师 好好保养 好好照顾父母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